不是班班也有的 第一班早點來 早點來 而且喝茶早點來是好的 我們上次還有茶位再打盤 剛剛好 這集 真的 又熟得到彈道 彈又不會太油膩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太匡路 今晚就約了老婆去附近逛逛吃晚飯 話說是這樣的 上星期是元旦假期 我們考慮題材時有考慮去北京路 最後沒有去到就是因為一個字懶 但後來看我的同學 或者社交媒體 他們發出來的照片 都知道北京路 即是我們等於要去的地方 或者經常帶大家去見到 潮流那裏 超級多人 非常幸運 我有一位同學住在高地街裏 他還說很困擾 很吵很吵 幸運我們沒有去到 大時大節都是不要去這些地方 反而留到平時行日 好像今天 星期五過來 其實都可以很好玩的 今晚地鐵又進不到 因為已經過了營運時間 的士又打不到 很多年輕人就選擇暴行回家 其實如果說回20年之前 比作是我 我都會這樣做的 青春 大把青春 有甚麼所謂 都不睏 我也試過 那晚看歐冠 應該是美斯 贏了廢格信 穿廢爺那一晚 我也很激動看到 我更激動過 廢爺 最後一整晚都沒有睡覺 然後第二天 我們是踢完球去的 踢完球去之後 看完廢爺的手震 然後第二天 一樣 再踢多日長都行 那年應該是24歲 我不記得了 一樣是有這樣的精力 繼續往前行 已經到了約老婆的地方 就是前邊的北京路地鐵站 我們今晚可能會去附近 一個大排檔吃晚飯 一定要早 現在4時半 我們先會合了 真是厲害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免得別人正面 去御嬰嬰姐 兩個大的拿著一步 一個小的拿著一步 好 廢話少說 我們會合老婆 我們過了馬路這邊 我相信這裏應該是最多人的地方 慢慢變 前面就是地鐵站 我們終於會合到了 今天是露聯來著三幾天 現在氣溫是二十三攝氏度 我穿短袖 其實短褲都可以頂得順 只是早上比較熱 今天我們先不進北京路 往天字碼頭的方向走過去 老婆亦想再過 看看天字碼頭的坐船 是怎樣預約的 今次我又懂得怎樣帶她過去 在這裏走過去 如果各位觀眾想去天字碼頭坐船 如果從北京路出來的話怎麼辦呢 就在這裏一路 一路往南走 北京路地鐵站A1出口 一出來 往天字碼頭的方向走過來 出來之後轉左便能夠到達 這裏正在製造路 小修小補 都不太影響出行 於這裏就是北京路地鐵站A1出口 這條路做得挺漂亮的 但是要小心它有些石未弄好會卡住你 就穿到這樣的樣子 要賣雪糕吃的 年輕人是不同的 對呀 甚麼我不吃 去我們會去前面 應該叫星圆飯店 那裏吃晚飯 現在去太早了 至少5時半 再往前走 走過這裏 就見到點點心思 在這裏往左轉 就過去珠光市場 不是珠光路市場 是過去珠光路的珠光市場 這裏做甚麼 是呀 它製造那些旅遊的地方 應該是餐廳吧 這裏進去就是太平沙 這間點點心思 早個星期有幾集 都跟大家說過 這裏是全天茶屎 不同時段有不同的設購 還有茶位好像很便宜 1元 怎麽點心思 有五折 五折 不同時段也有不同的設購 應該是到 這裏寫著五折 最便宜 星期六日是六折 下午兩點是五折 11點之前埋單是六折 全天茶屎 樓上還有麻雀館 要付費那種 十二三元一個小時 那裏寫著的 你可以在上面灑完之後 肚餓通常打麻雀 你不知道幾點鐘結束 然後下來喝茶 挺好的 往前走就已經是天使碼頭 如果要去珠江日夜游 又或者水上茶居 所以我現在在走這個方法 是最不容易認錯路的 但有個小問題就是 這條路可能會窄一些 還有對面正在弄路 也受近此魚 是啊 多漂亮啊 整條北京路延伸到天使碼頭 已經說了是這樣了 很久之前 在疫情之前已經說了 疫情就靜了一輪之後 到現在就全面復工 繼續往前走 沒有幾步就已經見到 南關戲院 這裏寫著同慶坊 好像 不是 以前這裏是同慶坊的 是一個路名 是的 有點像永慶坊那樣改造 要是那些很舊很舊的街區 換新面貌 太平沙裏面 天使碼頭以前就是那些皇帝 派了大官來廣州做官 做大官 然後就在這裏下船 以前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所以叫天使碼頭 而至今日就已經變成 一個遊客的聚集地了 又坐船過去海珠區 又可以坐船去喝早茶 又可以坐遊船 珠江日夜遊 再看看這樓上是住宅樓 越海集團 知道沒有 厲害 這裏有三層 做餐廳的 像騎樓 直停就是騎樓 那個姓氏 那些甚麼寶號 銅益米店 這樣就可以了 寫完 我們在台山 東莞石龍 東石龍有很多騎樓 是呀 早期人 這裏就是天使碼頭 之前亦都跟大家說過 在這裏跟大家看清楚 在這方向過去一路過去 就是海珠廣場 走都不會太遠 這裏 這個位置 剛剛遮住了 就是坐渡輪 輪道的位置 然後這裏寫著 珠水百年 就是水上茶居 好像一天已經有五班 還是六班 我忘記了 你來到基本上 可以不需要怎樣預約 就有一食那種 就是全天茶屍 再來在這個位置過去 就是珠江夜遊 現在來有點遺早 但是如果晚一點的話 早點來拿票會好一點 而且一定要預約才是最好的 之前亦都跟大家說過 怎樣水上茶居 怎樣預約也都說過 現在在屏幕的右上方 就可以重溫那集影片 這裏隨隨便都可以見到 很多中旅的巴士 我猜應該是回香港 我猜而已 中旅附屬機構 在這裏行 Scar姐真是 不想重溫影片的觀眾 再看多次這個電話 除了在這裏有游船水上茶居以外 泰古倉都有 交通沒有那麼方便 我來回這裏會好一點 哇 還有6.8折 上次我們來是6.8折 再加 是第一班船 不是一班都有的 第一班早點來 早點來 而且喝茶這件事早點來是好的 我們上次還有茶位再打半價 嗯 超抵我們上次 久不久都有的 這裏見到很多吃喝玩樂的好地方 站在上面 這邊有廣州酒街 又有星巴克 在這裏走過去就是北京路 南關戲院 在這裏走過去就是海珠橋 和華大酒店 各種 中旅巴士站 上次更好 它煲這裏多了 這裏應該是夜遊 不是飲茶 飲茶不是這樣 不過都是可能會混著來用 還有一上二樓 這些時候上去坐下就多好 熱又不會很熱 冷又不會很冷 對面又有船過來了 上兩個星期我來到的時候 那時還是2023年 停航 在那裏走過來 幸好是吃路 如果各位觀眾來到這裏的時間 剛剛好是可以看到日落的話 這個位置是最美的 拍照片 那些顏色很與眾不同 是呀 這裏就可以看到海珠橋 那個日落 很美 在人民橋那裏也好看 又或者再眼一點 還有如果腳骨力夠的話 在這裏一直走一直走 是可以去得到日得路的 面前這裏有海珠橋 再過一條橋去到解放橋底 在這裏走都要差不多20分鐘 就到一島 這個方向是向西走的 一路走一路走 還可以去到文化公園 西堤碼頭 甚至黃沙 如果精力夠夠的話 最終可以去得到 方川陸居路 不過如果去到方川陸居路 就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有很多酒吧 甚麼喜茶 不是喜茶 那叫High Tea 這裏就酒吧 以前有很多甚麼Coco 現在都好像沒有了 好像面前 這個應該 我猜應該是吃牛扒的 是的 我們又回到這裏 這裏是甚麼地方 就是太平沙的另外一邊 如果從這裏進去 一路走一路走 就可以回到南關器院對面那裏 今晚我們就打算來這裏吃晚飯的 星丸飯店 現在還有一分鐘的九五點 應該會開門的 趁著今天 冷又不好冷熱又不好熱 來這裏吃飯就最好 如果下天要來這裏 就應該會比較吃力 今天是不錯的 在這裏 你看門口已經知道 是很有歷史的一個餐廳 江西雞鍋 這些不適合地食 很辣的 猜到猜到一日八 或者是五漏炸彈 六我 我們應該會選擇這些 可能一個正價菜 搭一個半價菜 我猜一下 客人就好像面前這幾位 坐在路邊吃 我們應該會選擇坐在這一邊 坐在這些冷行後面吃 其實 在這裏是工商銀行 應該好像是總行 好像是總行 又來眼花撩亂讀餐牌時間 剛才客人捧了這本 我以為她把整個餐廳的餐牌給我們 可能她忙就想我們幫她化 其實是緣 不是 是同一本餐牌 廚師推介 就是雞 六十元半隻 合理 這些價錢 這些價錢合理 合理 吃雞 經常吃雞不吃 不吃 吃雞 炭燒肉 四十六元 我猜我猜應該是豬頸肉 他們這個餐廳的餐牌有個好處 就是全部都有圖片 如果作為遊客回到這裏看的話 這樣你就可以很明瞭 你問我們知道是甚麼 看名字我大概都猜到是怎樣 但是遊客可能真的未必知道 石子燒汁骨 這個很出名的 我知道 四十八元 石子燒汁骨 這個先放入購物車 至於這個炭燒肉 我不是太喜歡 還有乳甲三十六 露水牛腺 想吃一下這個 二十八元 這個可以考慮 可以的 二十八元 又或者這個 陳皮骨又可以 我寧願要吃 我只是看名字 我就想要這個 但看見這樣好像油膩了一點 再過來 這邊就是 有點翻光 這個 豉油王大腸 四十八元一例 這個也是身體好的時候 可以多些吃 這個很多人吃 哪個 煙麥豆腐 健康 如果作為遊客回到廣州 當然是吃吃吃吃的 但是吃到 八包製製 五天晚上就吃 才會有這些燕麥的菜 對腸胃好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小菜 這些暫且跳過 我想找一些比較有特色的 黃皮豬手 有特色 三十八元一例 還有這個鹹蛋黃油魚粟 夠了 夠了高熱量 這些年輕人好 這些一定不會難吃 再來 還有些甚麼有特色的菜 沙薑拌爽肚 生炒骨不算很特別 拌魚皮 這裡也有得吃的 這個 果汁豬扒三十八元 其實他們餐廳的價錢都不太貴 還有雞 牛仔骨 椎田雞 有牌度 沙窩魚頭 整隻眼睛 還有湯 湯 湯喝不喝 我們不喝湯 今天 牛腩鍋 五十八元 這本餐牌 明明沒有 都會令到你會有選擇困難症 選擇困難症 很多選擇 鐵板肥牛魚的女兒 也可以選擇 豉油黃 豉油 六十八元 五柳蛋 銀魚仔蒸 絲瓜好吃 如果要菜用就選擇這個 不過不要 現在絲瓜不漂亮 也不是 早前還挺漂亮 涼拌青瓜 又是有 天氣葉 炒菜心 我也會炒 不用 你炒不到 這樣就是 還有這個 鹹蛋王 羊大腸七十八元 隔了一些 磨巴或飯 鹹蛋王 這些 跑完馬拉松來吃 就可以消化到 不過跑馬拉松的人 是不會吃那些菜的 再來就是辣菜 這些就跳過不講練 炒飯 豉油黃 牛肉 還有牛肉 都是三十三 炒牛果都是三十三 我想升州炒米 升州炒米 好嗎 可以 試試升州炒米煮食 不要菜 或者五柳蛋 鵝就差不多了 還有粥 不想吃粥 我不想吃粥 是的 超級熱 我都不知為何這麼熱 現在二十三度 我已經這麼熱 連薄到不能再薄的風褲 現在只要除了短袖 下單吧 下單吧 我們要三種食物 鹿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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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五柳蛋 五柳蛋 它都是特價 但因為特價要配合正價 所以五柳蛋會收回原價 也不太貴 不算太多 但除此之外 一切和一個星州炒米都沒有分別 好像又有魷魚絲 又有肉片 13個真的超級大 然後這個 先嘗嘗 我剛才想要四個 哦 要四個菜 這些都是吃小菜 先嘗嘗 我們超級喜歡吃五柳蛋 對 它這裡有個好處是甚麼 那些五柳醬不是加很多 有些好像湯一樣浸著 看上去就好看 其實吃起來 一邊吃一邊膨脹 吃一邊膨脹 這個就不會的 在說五柳蛋的時候 一滴鴨都上來了 那是麵斬 然後上碟 這個是特價 28元 我們叫的食物 全部都齊了 老婆就說 想叫多美菜 我叫它 不要住 你看上來是甚麼樣子 或者吃到後段 因為為什麼呢 女兒未必會吃鴨 你考慮到 但蛋它會吃 五柳蛋 我是很喜歡吃的 怕五柳鳥多 它這裏就不會像湯一樣浸著 但又不會沒有 五柳煉料是甚麼 酸鹼 酸鹼的汁 這樣夾著 因為蛋是炸過的 所以五柳汁很容易入味 好吃在這裏就在這裏 要用很多油 所以在家裡 並不容易做得到的 是 原家菜又不是昂貴 特價菜又更加不昂貴 生抽炒米好像二十多元 大概六十多元 我猜 剛剛好 這裏真的 又熟透到蛋裏 蛋又不會太油膩 因為 重新手指煎過或炸過的蛋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點油膩 油膩得好之餘 而且還有五柳煉料的價錢 五柳煉料又不會太多 平衡得不錯 我覺得 煮菜 魚是平價的食材 難煮得好 因為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辦法煮過 例如雞蛋就是 五柳蛋是其中一種 這個不錯 又不會議我先派魚 剛才說陳皮骨有五柳蛋的熱氣 所以 即使反過來 沒有那些 黑柳柳的油那種感覺 說明起碼用油夠乾淨 接下來試試這個 這個我點菜的時候很期待 但是 就是這樣 因為 不知道吃起來怎樣 或者吃了很不同 我 很希望它有很多咖喱醬 鋪在表面那裏 那裏 我能夠大 你拿開的筋 還有魷魚絲 吃起來 它真的有 星洲炒米那種感覺 不算有很多咖喱醬的味道 其他吃起來 就不像我們平時吃到那些 三絲炒米粉那種感覺 油 也是 如果讓我炒 因為我要加很多油 才可以令到它更好吃 但是這個咖喱醬也是沒有油 嘗嘗 挺好的 蝦碟 嗯 這個也是 這個麻煙 雖然不多 其實吃到後面 都會有那種咖喱的味道 吃得很漂亮 接著來嘗嘗這個 這裏是甜蝦的 還有那些醬料 嘗嘗這個 吃得這麼薄片 我以為它是那些 平時我們去吃燒鵝的那麼大件 這個是特價 就是這樣 像不像在拍攝無間道的 那些大排檔 坐在冷行裡吃 其實在鹿城區 好像這樣的大排檔 不多 荔灣區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 何況越秀區 越秀區之中 這裏都算無出其有 這裏是算越秀區 這個是鹿鴨 不是鹿鴨 以我的水平 我分不清楚有什麼不同 鹿鴨 但是這裏的皮 看到是沒有那麼肥的 這裏是沒有那麼硬的 鹿鴨就會更肥一點的 鹿鴨也會更肥一點的 鹿鴨也會更肥一點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有兩件事情 這裏從何時火爆 鴨鴨也會有很多 酒吧 Disco 當時還是很旺的 Coco Park 好像是這麼叫的 我忘記錯了 那些人去完 Clubbing Disco之後 那裏當然是過來這裏 吃個宵夜 吃豆粥 第二 就是我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坐在這間屋 其實就是我曾經有位觀眾 要幫我找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話說當時 這裏叫南堤二馬路 觀眾就說 可不可以南堤二馬路 多少號看 我說哪有南堤二馬路 別玩我了 很明顯是觀眾你不認識 你肯定記錯是低堤二馬路 接著我就膽粗粗過來這裏 看看 真的找到 還要找到 觀眾住過的地方 就是這個餐廳 是啊 就是這間屋 就是這間屋 我還說留給女兒 先放在這裡 這個 我們繼續吃 都差不多了 不要再吃了 剛好 份量好 留給她 她很好吃 我們又吃飽飽 最終埋單是這個數 92元 超值得吃 不得價那些又便宜 特價那些又便宜 這個又夠飽 其實這個挺好吃的 這個星洲炒米 我們是吃飽飽 現在 6點都未夠 1748 我們就去北京路慢慢走 周圍跨 看看那些人 行不去 看看夜景 其實都是作為一個旅遊推薦 給大家的 如果回到附近北京路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好的粵菜餐廳 真的並不多 這裡算是其中一個 在這裡 去北京路亦都不是很麻煩 如果你是老廣州 就不用我教你了 走我現在的太平通津 又或者有人會叫太平沙 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 一直走出去 就可以去到南關戲院附近 就不用再繞太康路那邊 以前這裡應該都是粵海集團的樓盤 一直走出去就是南關戲院 一邊就是住宅樓 左邊都是住宅樓 左邊是舊 右邊是新 建了很多年 很多年 我頻道剛開始時 曾經來當時 沙塵滾滾 右邊是這裡 現在是種樹 是 種樹就好 支持完這裏一場 以前太平沙都是吃宵夜的地方 時至今日 真的剩得不多 因為近海皮邊 近海珠橋 通常這些地方都是很多吃惡玩樂 很多人在這裡消遣的地方 所以到晚上就會有很多人吃宵夜 是這樣傳承下來 久而久之有很多 因為城市要發展 很多人就已經沒有了 真真正正的餐廳 用得到太平沙的東西 是一個牛腩粉檔 然後老婆就提醒我 還有一個西餐廳 沒錯 說得對 香港也有的 太平沙牛腩 河粉就沒有了 不知道會不會說錯 都不出奇 不出奇 廣州下去 你在前面那堆屋 很誇張 這些很昂貴 這些很昂貴 100萬元一方 剛才我們也去看樓價 先頭我們去看樓價 那裏是寫甚麼地方 就是10萬8萬元一平方米 這些便宜 這些可能2萬元 不知道我隨口說的 可能不可以 北京路這些 3萬元無論如何都要 至於那邊那些 很誇張 10元 是的 10元 酱油 煌 冬默 酱油 酱油 在五ood 我们又回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先头不停在这里 说有三层骑楼 新起近南关器院 乘位面前这里 即是同庆坊 这些当然是贵 就刚才说的那些 十万八万那些 至于这里就是天河城 这里是月海一贵府 就是很好的地方 这里附近很多都是月海集团的楼本 包括这一个 这里新起好就是我们上次 入过商场里面 也有很多装修味 还有浮光书店 继续往前走就已经是北京路 我们到此再和大家慢慢说 一边就已经是北京 这边是北京的楼本 从北京的楼本身子 这边是北京的楼本身子 也不过是北京的楼本身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即使以前的麗都酒店 现在都有一个酒店 就是美居酒店 之前又和观众说过 推介过 这个酒店的好处就是 服务够好 地理位置极优劣 但有两个坏处就是 价格会比较昂贵 以及 都不是那么容易卖得到 就是这个美居酒店 将北京老男言这个工程 慢慢承认 因为始终有很多商户 不是国企 你要旺是要慢慢旺 不能够 一夜之间全都开了店 不能够这样 你叫港白来很快 不可以这样 对面又有卖球鞋 卖面包 这里又製造两个厘米 然后这里有一堆烂屋 哈哈哈哈 这个方向走过去 就是大南路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往北走 虽然倒数已经倒数完了 时间已经过去 这里也有很多人 我看社交媒体 倒数应该是元旦前那段时间 之前过马路这个地方 还有警察叔叔和哥哥 维持秩序 形成一个人链 大家要知道这些 就是因为 如果到農曆新年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是游玩 怎么办呢 这里可能到时候 都会像元旦那样 违背 一些人流管制的措施 我们在这儿过马路 在北京路上 现在这个时间是六点十八分 都是这么多人 这些都不需要再说 今天是一个星期五 所以很多人趁着下班 下班 小长假 周末假期 一早就出来这儿游玩 又有妈妈带着她的小朋友 又有一对亲密的小恋人 又或者推着BB 便来北京路 其实北京路和其他几个地方不同 北京路是全年龄段 和无论你来自哪里 都可以过来北京路游玩 但是在我们这些 在北京路富人长大的人 就有一件事不太喜欢 他就是说 真真正正可以选择到餐厅 并不多 又有包师傅 开了很久很旺的了 在这里就是惠福东路 在这里可以走过去大佛寺 前面转右也可以 但是在这里有一道门 大佛寺的后门就不能进去的 这些都是我们常说的 暴行街四大天王 这些已经好些了 有些烤腸仔 有些不是鱿鱼那些 这些就是泳风和泳凝 如果要吃鲁月菜就不多 但是如果要吃东西 我会推荐这两间 而且走到尽头 还有福林 福林粤菜海鲜酒店 在惠福路和喜意路交界 一直走 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全部都是游鱼 不断煎 不断煎 这里过去就是大佛寺 不过这个门口就过不了 这里叫卫生东街 西街就在前面 以前这里有个小学 就在大佛寺后面 往前走 人就越来越多 再往前走 转右 就可以吃到日式料理 韩式料理 都挺好的 还有明基 终于装修完了 甜品和银记 两个都是不错的 可以一试 至于我老婆 就在这里做摄影师 很厉害 这里大佛寺 这个门 就算不能进去 也做得这么漂亮 这里 这里 但是不知道 会否误导到一些游客 做得这么漂亮 大佛古寺 还是现在这里 已经可以进去 不知道 这里应该就是卫生西街 不如去看看 就是这样 在卫福东路 这里 这个卫生西街 都可以进到大佛寺 这个口是新开的 就不用走到西湖路 教育路那边 挺好的 以前这里 香火都是极为鼎盛 还没有这么多游客 但是那时候 我说 就有很多黑土人员在这里 时至今日就少了很多 在这里就可以直入大佛寺 厉害 厉害 以前这里是一个小学的门口 至于实际去到哪个位置 我就真的不记得了 就是小学的门口 真的很好 现在又开了一个门 可以进来了 这么快就能进来 这里 看到挺漂亮的 地壮 电 前面 正前方就是主电 如果一直往前走 可以回到广白那边 现在挺方便 如果要去吃素食 应该在这个位置 好像早前看过108万一位 不知道多少钱 这里还有观音店 香火鼎盛 我们在那边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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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凭三十多年前的印象 这些应该是后期新起的 因为当时 这个主电都还在 但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卫生世界小学的操场 如果我没有记错 祈福 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少些灾难 很坏 还有很多派大米的公告 关于为散美地区贫困户派送大米的公告 这就挺好 来到这个时间 其实都是很多信众 以及现在都是香火很鼎盛 进来看就比在外边看 外边看就固自然漂亮 但由于很多人都在礼佛中 进行仪式 我就不一一世录了 一步之后 我们又回到最多人拍照的地方 如果到農曆新年 可能官方会有说的 但我们不懂 在社交媒体会说 在广场这个位置会有省思 我们去年非常有幸地看到一次 在这里一方面可以 礼佛祈福 学习一下 又或者自己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对面还有广白 你喜欢的还可以去广白购物贴 也好 有家庭客 又有年轻人 又有长者 这是很容易闹 而且里面 仍然会有志愿者 刚才那个姐姐不是做什么坏事 因为我也试过 她是一个街头的问卷调查 是的 我都给她访问过 她不是叫你捐钱 入会 不是 如果大家回到来 如果你们在海外 其实都没什么用 她拿了你的资料 都没什么用 本上就是这样 简单看过 因为始终大佛祈 这麽历史悠久的地方 是要大家回来慢慢细品 我们只是简单经过 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 在这裏过去就是北京路 在前面往左转 就是去回中山五路 然后在右边这栋楼 看得到这栋楼 就是幸运楼 就是广白 又看到有人排队 漂亮的责品 应该是 有个男 也有个女 这样也可以的 通常我们进去 都是夏天的时候 进去买雪糕 如果要在这裏 去地铁站的话 很方便 一直走往右转就是 公园前地铁站 女儿今天没有来 所以雪糕就是欠奉 我们是不会买的 这裏排队 漂亮的责品 应该有责品 是很厉害的 那么大 好像是 哦 是不是想喝酒 不像 醉到这样想喝酒 没道理 应该是拿责品 但是来到现在这个时段 日落了 开始有些凉风吹起来 都冻冻的 我要先穿一件衣服 不过也是时候要回家 因为女儿今天早放 还有下一集 应该是我们去 跟女儿扮护照 和我们领护照的时候 下集应该会回到西关那边 我原来是大牌子 这些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 对 排队也好 排队也好 大牌子 让我看看有些什么 在这里掃的二维码 就有入会那些怪 应该是 我们进来广白 就打算买这几样东西 因为天气冬 冬天 一月几日 还要买雪条吃 这些真是反常天气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又花了68元 鸭丝香 它打算试试什么味道 这些天气还要吃雪糕 这些天气吃雪糕才划 还有他们觉得排队 都可以拿到很多好处 大牌子来的 是挺好的 再看前一点 希洛酒店 就是我之前 曾经介绍过推荐给大家的 那里的价钱也不算很便宜 但是离大佛指更近 应该来说是离大佛指 都算最近的 比较好的酒店 好了 我们要尽快回家了 现在我们去公园前地站 坐地铁 很快回到大约半个小时 因为买了雪糕 怕它溶了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